好 所以剛剛志聖哥說 柯文哲比國民黨這邊聰明 這個藍色綠色看一下 好像站在綠色這邊比較有趣 沒有 因為他懂得蹲起來 像那個剛才蹲在沿土 沿體裡面後面看子彈打... 打完了之後他知道 現在要起來 開頭起來喊說 中華民國萬歲 台灣萬歲了 這時候又出來喊 可是還是一樣 這種牆頭草兩邊倒的行為 不要忘了他到北京去 他到中國去是講什麼 兩岸一家親啊 他到中國也認為兩岸一家親 是台灣跟中國之間最大公約數 搞不好他也這樣講啊 所以你對於這一個毫無原則 毫無這個所謂組件 只是看著風向兩邊倒的人 也難怪說他在那個 漆彈的遊戲當中 他會躲在裡面 寧願躲好躲滿也不願意出來 這就是柯文哲 我覺得他比滿久來講 你說聰明也好 他也更加的狡猾 好 所以冠廷意思是說柯文哲 好像拿國民黨前面當擋箭牌 你先去擋箭 我在後面是不是 那我延續志祥老師講 志祥老師說 柯文哲這種是取巧對不對 他躲在掩護板後面 那個到活動結束 後來受訪的時候講說 面對不熟悉的戰場 要觀察對方 再刺激擊斃對方 但我要講的是說 沒有耶 柯文哲是從頭躲到尾 他遊戲結束 還躲在後面 你知道這意思是什麼嗎 就是他哪怕觀察了 整個戰場完了之後 他還是躲在後面 其實這個事情 教授沈榮青就講很清楚 好險柯文哲他在國際 並不是一個舉足輕重的 一個政治人物 不然他這個訊息出去 其實大家會認為說 怎麼台灣人會有其中一個 主要政黨的領導者 是這個樣子 這充分顯示出來是什麼 你不去了解遊戲精髓 缺弱 而且最重要的是缺乏領導力 那最後導致結果是什麼 他所組成的政黨 是一群自私又懦弱的人主持的政黨 那這個部分 以沈教授的講法就是 台灣文明最低之地 好 所以要選2024 可能要選總統這些人 這個態度可能會一變再變 不過當然馬前總統看起來 好像比朱主席來的 炮火比較猛烈一點 我們要請教雨韶哥 包括在10月1號 明明是幫張斯剛來站台 好 沒有想到輔選的時候 又開始講了 我們的國土包括大陸 大陸國土包括我們 這個時間點剛好是落在 10月1號 中國的國慶 好 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錢瓜大代表黃鵬笑就說了 這個根本是馬英九 正在盤算二十大之後 進行第二次的馬錫會 真的嗎 果然呢 今天在這個國民黨升級的時候 他又再度提到馬錫會了 好 他說這個是英國經濟學人 當年以社論說 馬錫會是中共當局 就台灣主權問題 所做的最大浪步 當時沒有人認為兩岸會開戰 但是去年經濟學人卻稱 台灣是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 這就是民進黨執政六年後的結果 輕鬆把責任推給中國 認為是中共霸道 不是啊 這不是你應該去派夏立妍去中共的時候 就應該跟中共好好講嗎 怎麼現在來講這句話呢 柯文哲這部分 宇超老師一定要補補 不補 我也很難過啦 什麼意思呢 究竟是投機跟偏執 哪個病逝感比較嚴重 觀眾自己判斷 偏執的是誰 是馬英九嘛 投機的是誰 是柯文哲 柯文哲演的這齣機 叫什麼 讓子彈飛 讓子彈飛一會 各位啊 剛才冠廷講得很好 還好他在國際關係 並不是個舉足 輕重的人物喔 按柯文哲的邏輯 美中經貿大戰 他們殺得大大借骨 我們再躲一下好了 惡巫戰士呢 人家打得震撼的時候 我們再觀察一下好了 你這樣有歷程有是非嗎 如果台灣都扮演這樣的角色 如果柯文哲真的 退彎步選上總統的話 國際社會是怎麼看 這個投機的蝙蝠啊 回到馬英九的部分啊 我為各位報一個料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某一個陸委會副主委 是我老師 曾經有個論述 這個論述我那時候覺得 蠻好的嘛 其實跟綠營的想法很接近啊 叫什麼呢 兩岸關係應該從相互否認 走向互不否認 走向相互承認 蠻好的嘛 結果在老共的抗議之下 而且是廈門大學一個教授 寫了篇文章之後呢 馬英九非常生氣 就找這個副主委 叫他把話給吞下去 對不起喔 不論你從什麼憲法來做解讀啦 我相信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藍綠的共識碼 連柯文哲都知道 是最大公約數 我只要問 當初馬英九為什麼因為呢 老共有不同的意見 你就把這個基本立場 這個基本立場 也可以解釋成為九二共識啊 也能說是中華民國台灣啊 為什麼你從這一條線撤回來 第三個呢 如果發生馬錫會的話呢 基本上成就誰的好處 二字馬錫會不是只有黃鵬孝大哥說啦 那個儘管被解除的時候 馬英九動作很多的時候呢 我就已經觀察到 他在運作二字馬錫會 但是呢各位要想想看喔 誰需要二字馬錫會 是台灣嗎 是國民黨嗎 不是的喔 是馬英九之起喔 為什麼 在現在根本就不是 後馬英九時期嘛 我們現在比較在乎的是 侯儀說什麼 或是郭台銘說什麼 馬英九就是為了繼續壟斷 國民黨在兩岸路線之中的話語權啊 有一個馬錫會二字的 他呢或是2.0的 他就可以出口轉內銷嘛 取到了話語權 繼續框住國民黨未來 對國民黨有識之事喔 或者是想要調整 兩岸關係的人來講 這是個災難 這是第一個 成就的不是台灣 成就的不是國民黨 成就是什麼 成就是馬英九他自己 馬英九不會選票啦 馬英九愛面子啦 這跟柯文哲不一樣 柯文哲那個剛才啊 那個瑞雄委員說的啊 他沒有馬英九那麼壞 因為馬英九是偏使 那柯文哲是什麼呢 一下兩岸加薪 一下最大國際數 結論是什麼 那老共為什麼要馬英九 那很簡單啊 特大號統戰的標的嘛 如果連前總統啊 還有馬熙會地點很重要 上次馬熙會還是在新加坡 就像孤王會談一樣 如果二次馬熙會是在中南海 那麼老共呢 大內宣 大外宣呢 就取得重大的勝利嘛 所以呢請問二次馬熙會 對誰有利 要不然對習近平呢 榮登這個呢 新任的這個國家主席 或是總書記 需要一場廉價的宣傳勝利 對他有利 然後呢對馬英九有利 對台灣呢 百害而為利啦 所以馬英九現在在鋪裂什麼 他幫自己這個放鞭炮撒花瓣 這麼多的起手事 就是墊高自己在統戰的價值 簡單講呢 他越這樣做呢 也許呢 老共給的邀請函 在二十大之後呢 會來得又快又急 我預估在什麼時候呢 大概就在明年三月之後 新一屆的兩會 馬英九就應該迫不及待 而且能會說什麼呢 兩岸現在春暖花開 馬英九重啟破冰之旅 兩岸的和平呢 維繫在我馬英九的手上 各位看得下去嗎 我是看不下去啦 好 所以大家來講了 難道只是為了 自己的歷史定位嗎 到底是要騙自己呢 還是騙更多的台灣人 還能繼續騙下去嗎 我們要請教東豪哥 因為之前這個九月二公司 三十週年的時候 中國官媒也直接跟你們講了 只有一週沒有個表 而且呢 好 就在這個昨天的時間點 時間點非常的巧合 中國中央台呢 這個出版了中國共產黨 跟祖國統一一書 而且國台辦呢 在昨天刊登了 裡面就指出了 當前台海情勢嚴峻複雜 對於台灣工作充滿變化 但是大陸面呢 堅持敢於鬥爭 善於鬥爭 好 另外呢 他們也強調說 統一有好處 台獨是絕入 外人靠不住 啊不是啊 我們只不過是請一個朋友 來到台灣來做做 結果你飛彈就直接射過來了 重點是發生了這樣事情 那你看馬前總統 柯文哲 朱一倫 國慶日的時候 炮打中央 這不是應該要一支炮火對外嗎 因為在裡面至少有兩個 想要選2024的總統 那馬英九總統大概對於 二次馬席會是念念不忘 那如果他不講兩邊是同屬於一個中國的話 他怎麼去開二次馬席會 我講的算實際的 就是說對北京來講 你所有不管任何人 你一定要先講通關密語 他才會跟你談下一步 講這個因為我們先回到蔡英文總統 在第一在剛當選總統那一年 二零一六年的 那一年的國慶演講 他特別講到中華民國憲法 也講到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是一個機會 那時候習近平也才上來 還是在第一任任內 本來那天的中午 所有北京廈門上海對臺系統 是要準備要讚美蔡英文總統 但是經過四個小時以後翻臉 我重新講這一段2016年的事情 只是跟大家講 對習近平來講 統一是他唯一要的 那你如果再去想那個一國兩制 你就去看看香港就好 你去看看香港就好 我也不用再多解釋什麼 香港的故事是在你眼前 活生生演給我們大家看的 那是幾百萬人用他們的生命財產 用他們的自由演給我們看的 那只有一個問題 剩下的事情都是臺灣內部的政黨競爭 就是政黨競爭 那民進黨為什麼可以連連續 贏得兩次總統大選 就是民進黨很巧妙的把中華民國 跟臺灣之間做了連結 所以我們現在講中華民國臺灣 這時候你不要去太積極講說 有沒有蘭嶼有沒有澎湖 這時候的臺灣這兩個字是一個大概念 在過去來講 民進黨沒有辦法連結 中華民國跟臺灣這兩個字 從2016年開始 2020年更是清楚 如果你要追溯它更久的話 可以講到李登輝先生時代 生命共同體 生命共同體 會更清楚的告訴你這一切 好那你再回國來看未來 一個是侯友宜 侯市長 我不曉得未來他怎麼答這一題 侯友宜 侯市長難道你要告訴我說 好好做事 柯文哲 柯文哲 柯市長要講什麼 兩岸一家親 還是人家講什麼 我不知道 朱立倫 我不曉得他講什麼 可是我在猜是沒有朱立倫的會 朱立倫 國民黨最好祈禱一件事情 朱立倫不要變成吳敦一2.0 我不客氣的講 因為吳敦一2.0什麼意思 就是二零一九年國民黨那場大災難 國民黨可以有不同於民進黨的主張 國民黨可以不同意蔡英文總統的主張 可是必須把自己的主張講清楚 在總統大選的時候 兩岸論述不是以攻擊對手就能夠解決的 他跟縣市長會很不一樣 你必須很清楚的講出你的論述 你的方法 你的路徑 你要做什麼 可以 國民黨可以重新回到馬英九路線 可以去試試看 馬總統為什麼今天會跟他在當總統的時候 你會覺得明顯差不一樣 這跟大家回憶一件事情 馬英九為什麼可以拿到七百多萬票 他第一件事情是告訴你不統 馬英九的六字爭絕叫做不統不獨步 為什麼要把不統放在前面 不統應該聽得懂 就是不統一 因為我主張不統一 然後在不獨立是對中國講的 然後希望兩邊不發生武力衝突 那國民黨呢 國民黨現在的主張是什麼 你除了罵蔡英文以外你還會什麼 你就想你除了罵蔡英文以外你還會什麼 希望明年的國民黨不是告訴我好好做事 好好做事我聽不懂 這就是國民黨要面臨的問題 你可以跟民進黨不一樣 但是你必須很負責任的講出你要怎麼做 對 大家都很聰明 我跟你講大家都很聰明 我們做過一次馬英九實驗八年的時間 八年的時間尋求跟中國抹下改善關係 那個實驗我們做 國民黨其實就要面對自己啦 至於柯文哲柯市長 因為明年也會大家也會看到他 千萬不要像玩漆彈這樣子 看了都傻眼 我是不想把你去玩漆彈 那個躲在人家後面 就是說你要選總統的人 因為柯文哲講你不選才是新聞 麻煩一下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表現 你不要這樣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你什麼 他現在有在上課喔 有啦 可是上課 上課也不能 你也不能這樣子啊 你如果要當中華民國總統 你可以這樣子頭低低 然後蹲在那裡嗎 而且要以此為榮 把這個來炫耀 你要當領導人的人 我們講領導人是領頭焰 你要像一個領導人的樣子 不是躲在人家後面 所以柯文哲我實在是不想 我真的不知道該講他什麼 好 所以台灣要繼續往前走 包括領導人 我們要繼續維護我們的護國神山 蔡總統在國慶演說的時候 今天也告訴全球 台灣半導體這個角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就來看一下 因為包括德國媒體也在說 台灣正在建造隱形之盾 好 請教智聖哥 其實這也是跟蔡總統今天說法相呼應 因為德國第一電視台就報導說 台灣的半導體優勢呢 讓世界不能沒有台灣 現在台灣也為自己打造隱形之盾 就是台灣面對中國的進犯不畏戰 好 這樣的說法是不是很有道理 是 其實在更早之前台灣就講說要打造所謂的這個矽盾 就矽晶圓的概念 那矽晶圓其實我們都知道就是半導體 特別是那個晶圓 帶過那個晶圓片的基本的營料 所以其實早在這個世紀年前 大家就在思考 怎麼樣把半導體成為台灣的護國神山 不只在經濟上的護國神山 而且整個的全球供應產業列上 安全上的護國神山 當今天你中國要攻打台灣的時候 你面對的是與全世界為敵 因為當你攻打台灣 你一打到台積電的情況之下 結果是全世界的半導體斷裂 那全世界當然會對你所謂起而攻之 所以這樣的矽晶圓的概念 其實到今天德國之聲 把它講為隱形之盾 而且經過這一段時間的成熟發展努力 你會發現越來越重要 重要到什麼程度 重要到 我覺得這個講法 讓我會覺得當然有點 應該講算高興還是講算難過 就說連彭博社都說 美國的國內的兵推 在推演說如果台海發生戰爭的時候 怎麼辦 半導體實在太重要了 晶片實在太重要了 重要的不是那個晶片的製造 是重要的人才 所以要協助撤離台灣的工程師 那你會知道說 如果到這種情況 你就知道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特別在晶圓這個產業 晶圓大公這個產業 有多麼受到大家的關注 而且那個是讓大家會共同緊張的一個點 那你從這裡可以看到說 這也是為什麼今天蔡總統在談 這個國慶演說的當中 他談四個韌性當中 有一個在談經濟韌性的部分 他特別花了一段篇幅在解釋 在說明半導體的重要性 他提到的是什麼 他提到說他要維繫台灣 整個在半導體尖端製程的優勢跟能量 那這能理解 因為剛剛講的 就如同德國之政所強調的 我只要持續的維持 自己的優勢跟能量 我就能夠在台灣 形成一個隱形之盾 當中國今天要攻打台灣的時候 他必須要考量到的 不單單是在區域安全上 不單是在民主價值上的維護 還必須考慮到 你要在半導體產業上 與全世界為敵這些事情 你承受得起承受不起 但是蔡總統也提到說 其實在台灣這個局外 他們要持續 我們要持續努力 但是也會協助全世界的半導體 的供應鏈重新的配置 這個配置是什麼 基本上就蔡總統之前講過 他說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在台灣已經形成一個 高度成熟的產業聚落 這個產業聚落是包括了研發 包括了人才的培育 包括了生產製造 以台積電來講 大概就最完整的情況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們沒有 我們的在電源代工 在半導體這個部分 沒有過度的依賴中國 所以我們可以自給自足 我們甚至是讓全世界依賴 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而在這個基礎之上 現在還要擴大 跟全世界之間的連結 那他一直強調說 半導體這個產業在台灣 他不是之前有 譬如說我記得是美國商務部長 有提到說半導體過度集中 在台灣是一個風險 蔡總統特別強調說不是風險 它是全世界的機會 因為只有台灣能夠做到 打造成今天這個樣態 因為也只有台灣 我們能夠很穩定的設定好說 台積電你做你人才的研發 然後我專注在晶圓代工 我沒有要跟其他產業 去做競爭的情況之下 我能夠讓這個產業 不斷的漲大 全世界只有台灣做得到 我們有足夠的人才 我們足夠的產業的基礎 那你美國你日本 你需要半導體更上游的東西 或者是你需要一部分的 半導體的製程的轉移 現在台灣也願意跟美國 跟日本甚至跟德國 都有這種所謂的投資轉移 合作的現象 那這個東西什麼 這東西形成一個新的互補鏈 那在這個獲程當中 第一全世界獲利 第二台灣獲得 剛剛所提到的隱形之盾 那第三台灣的產業 半導體產業 又能夠獲得韌性的發展 所以整個來看 不過會以為說半導體 是台灣的護國神山 好所以你知道半導體 在台灣有多麼樣的重要嗎 因為最近從馬斯克的說法 你就可以知道馬斯克怎麼會這樣子講呢 很多人說你是不是跨過界了呢 你是不是跨太遠了呢 好我們要請教宇紹哥 因為現在北京改口支持 馬斯克的言論說 台灣可以作為特別的行政區 那為什麼馬斯克會突然講出 這樣的話呢 哇台灣可以作為特別的行政區 你看香港現在多慘呢 石板明夫老師就說 就是因為中共出手了 為什麼 因為你的車子掌控在這個中共手裡 而且你的推特 中共當局大下廣告 你不是剛剛最近才收買推特嗎 對不對 他有可能變成美國的微博 這是一種思想的改造 所以難道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中國的黑手讓馬斯克 也不得不低頭嗎 事情的轉折呢 很重要是地方是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嘛 把人的失敗就是 我的快樂嘛 中共第一時間的態度是什麼 我們之間的內政呢 或是對台灣主權的主張啊 這是我們自己說了算 怎麼容外人說三道四 而且妄議中央呢 這是昨天官媒的立場嘛 但是呢 經過一天的長考之後呢 忽然發現 借馬克思呢 戳台灣呢 反而有統戰的價值 而且呢 有收攬馬克思的意義 當然馬斯克的意義 但是呢 我先試問馬斯克 幾個簡單問題啊 第一個 你現在投資或是田中 或是陶澳的標的 這個對象的性質 跟這個政權的政經狀況 你搞清楚沒有呢 我先問馬斯克第一個問題 如果呢 全球電動車也發生呢 重災或是震盪的話 你的這個特斯拉 越不會成為比迪亞 下面一個特別行政部門 你要不要 你應該也不要嘛 第二次呢 那個智慎老師 跟我都很清楚了 兩個多月前 北戴維會議開的時候 中共下一個很重要的命令是什麼 特斯拉的車 因為有哨兵模式 所以方圓幾公里之內呢 車是不能進去的 原來你要投資的標的 討好的對象 這個國家是把特斯拉的車子呢 當成什麼 間諜車 你的這個生意呢 在當地呢 是否能一個開展 還是很大問題嘛 還有呢 中國疫情啊 基本上上海這些機車廠 老共說關就關 而且關兩個月 作為一個呢 恆常投資的資本家 你有沒有辦法 遇過這樣的震盪 更不要說呢 老共這幾年歸口管理啦 共同富裕啊 是怎麼抄家的 BAT三本書呢 馬斯克你通通沒有看到嗎 最後我要說的地方是什麼 我呼籲一下 志昇老師說的 兩千年我第一次 讀到細屏障這本書 又叫做細頓 那時候觀念是什麼 對台灣最厚實的國防 除了有型的飛機大炮 飛彈坦克之外 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可以在全球供應鏈 最核心的位置 佔有一席之地的話 百話來講 台灣一感冒 全世界打碰地 那麼呢 我們就擁有了至高點 兩千年那時候 大家覺得好像是神話 或是呢 原來台灣好像就只有台積電 現在是無數個台積電們 這是第一個想為大家做說明的 第二個是這樣的趨勢是什麼 英國經濟學用什麼東西 來形容兩岸情勢 用荷慕斯海峽 荷慕斯海峽怎麼來念 三十年前握有經濟命脈的是石油 所以兩一戰爭一爆發 荷慕斯海峽被封鎖 全世界就跳起來 今天另外的是什麼 兩岸關係緊張 中國如果想仁止台灣 甚至打下台灣的話 全球細屏障晶圓代工的公益鏈 就會斷裂嘛 所以老共的想法是什麼 想要摸哪兒甘生蠻 吃台灣的豆腐 吃台灣豆腐 想辦法統戰馬斯克 想辦法在馬斯克的know how之中 看有沒有辦法撈到一些好處 因為馬斯克好傻好天真 他常常對政治的發言不加思索 也缺乏足夠的專業判斷能力 這種人對老共來講 反而是最佳的統戰對象 好我們再請教冠婷 因為包括馬斯克為什麼突然這樣大轉彎 就是因為人民幣真的是蠻香的 好人民幣系馬好生意 推特大量接受中國當局投放廣告 這九月時候 所以你看看馬斯克為什麼急轉彎 好你看看這個駐美代表消費品情 就在推特上面寫著 台灣賣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自由跟民主不賣 如果你用這樣的思想前置的話 以後可能這樣類似的文章 都不會再出現了 馬斯克他是商人 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 所以他講的很多 對於政治的一些評論 或者是看法 確實可能沒有思考得很完整 或者是背後有另外一隻手 在操縱他或建議他這麼講 為什麼會這樣說 最近他其實失言已經兩次 第一次失言是在一兩個禮拜前 當時整個發言完了之後 被烏克蘭的所有社群媒體狂批 因為他對於俄烏戰爭的看法是 我們可以結束這場戰爭的方式 就是讓俄國占領的所有烏克蘭土地 讓他們投一次公投 投完之後 決定他們要去烏克蘭還是要去俄羅斯 天啊 這話是不是跟普丁的論述一模一樣 問題是 他背後沒有思考的點 是俄羅斯他舉辦的公投 背後可能不是公平的嘛 所以在整個烏克蘭的社群媒體被批翻了 那這個時候他講 要讓臺灣變成另外一個特別行政區 那他的想法真的有時候 真的也好傻好天真 他說可以定的比香港寬鬆 他的想法是覺得香港這種一國兩制 也沒有很好 那臺灣是不是定寬鬆一點更好 這不是對應中國的政策嗎 中國自己也說你只要統一的話 我就可以用你自己臺灣的方式 來自己生活啊 可是這背後是什麼 背後其實是 中國他希望他這麼講的嘛 這背後還是反映一個 現在整個特斯拉跟馬斯克他的事業 現在受到中國多大的牽制 我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這是在今年八月份的時候 Elon Musk他自己在他的推特上面貼的 這是慶祝什麼 慶祝上海廠 第三百萬輛的 整個全部的三百萬輛的車中 第一百萬輛在這裡出產 所以他是一個特殊的日子 另外一個狀況是 依據去年的數字喔 特斯拉在全世界 每兩輛車裡面 有一輛是中國出產的 所以某種程度他已經變成是 中國是他最重要的一個基地 另外一部分是 他本身被掐住了嘛 Elon Musk 因為過去我對他算是 有一點小研究 他曾經一度 不只把中國當成工廠 他想要他的特斯拉 在中國可以大賣 可是過去一兩年 他受到什麼樣的打壓 中國某種程度已經被發現 策動了部分的民眾 包含抗議特斯拉 甚至在很多層次 禁止特斯拉的行駛 其實他在中國的一個發展 確實是受到某種程度的壓迫 甚至這次在俄乌戰爭中 Elon Musk 他最重要的一個產品 Starlink 直接可以從衛星上面 打網路下來 中國要馬斯克承諾 承諾什麼 你未來整個星鏈 Starlink禁止到中國 中國在怕什麼 中國在怕 如果有一天像星鏈這樣子 到了中國之後 他們的網路 沒辦法再繼續被封鎖 那背後就是一個 非常矛盾的狀況 Elon Musk 他一方面又要中國的工廠 過去想要中國的市場 可是現在 是連他的言論 都被牽制住 那這樣子的狀況就是 中國你只要跟他打交道 甚至你有大量的工廠 跟產生在這裡 他會用各種施壓的手段 逼你就犯嘛 這是連世界首富Elon Musk 都無法避免的情形 好 馬斯克是商人 他這樣被中國 牽制住脖子 我們可以理解 但台灣有很多人 難道也是被中國人 綁住脖子了嗎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蔣萬安說什麼 他今天再打中華民國拍 趁年底選戰 攸關中華民國未來道路 讓大家說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嗎 你在說什麼呢 但大家更在意的是 你的深蹲換工車票 這怎麼又改口了呢 今天又說 不是不是 這個不是政見 這個只是我提議而已 你在說什麼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蔣萬安要選台北市長 他現在提出深蹲20下 可以換一次公車免費搭乘 昨天叫他蹲他不蹲 那黃珊珊就蹲了 那看到黃珊珊蹲了之後 今天蔣萬安蹲了 不過被說這個真的是 你提出來的政策嗎 眼看好像風向有點不對勁 現在蔣萬安鎮營趕快說 這是我們提供的意見參考而已 不是政策啦 帶你快來看 我以為你自己有辦法 我當然可以 拋出深蹲換免費搭公車的蔣萬安 信誓旦旦二十下深蹲小Case 但請他示範卻頻頻回絕 你有沒有表演一下 謝謝 謝謝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商圈 他是健身教練 對 沒關係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蔣萬喊出接近國外 像是俄羅斯跟羅馬尼亞 深蹲免費搭大眾運輸的經驗 要運動又減碳 但蔣萬能深蹲二十下 許多民眾未必能做到 深蹲二十下 對老人家或者有一些事情 不是那麼方便的 是有困難的 他對於公車這個想法 有時候就是我們比較 不容易的辦法了解 我們可以做兩次數下 很多人可能是做不到深蹲 提出政策是好事 可能考慮執行的公平性 還有可執行性 深蹲免費搭車 在網路也引爆熱議 網友質疑誰來幫忙算 做完二十下公車都走了 還有人調侃公子不搭公車 才會提出天馬行空的方案 這樣子很危險 因為這樣以上膝蓋 簡能減碳的話 只要多搭大眾捷運 沒有辦法承受 重量的話會受傷 執行起來可能有問題 可能要看我們這邊 本地的狀況 是不是跟國外狀況一樣 先前抛出公車預約 現在推深蹲免費搭車 講完兩度挑戰 公車政策都先讓民眾 滿頭問號 現在訓練到現在中午提不到 好 深蹲很難嗎 深蹲一點都不難 但是昨天不會深蹲過 所以我今天就不用再深蹲 但重點是 深蹲很糗 你公車來了 你在這邊深蹲 這樣看不見 好 大家說 昨天蔣萬沒有蹲 那為什麼今天蹲了呢 那很多人說這個蔣萬新聞 要追不好 因為之前沒有當兵 要追不好 所以他昨天可能沒蹲 真的是這個動作蠻糗 所以他今天蹲了 不過重點是 因為這個政策引發了討論 好 所以蔣萬證營就說 我只是舉國外的案例 並不是政策 不是政策 那你是要選台北市長 你一出來幹嘛呢 建平哥 旺安不蹲 你要不要幫他蹲一下呢 舉進不蹲 你可以叫來賓蹲 我把椅子往後退一點 其實深蹲 我自己也是曾經在 那個教練指導深蹲 但是我姿勢不對 然後所以就一鍵盤賭出 深蹲 太弱不出來了 長期姿勢不對 不是因為深蹲引起的 不是因為教練交換 然後深蹲其實要把這個 這個寬骨要一樣 要同寬 然後你要直 像蔣萬安剛剛在畫面上 有點這樣子腰 不合格是不是 不合格 他其實要直 就是腰馬合一那種概念 然後蹲的是很蹲下去 然後會抖到 你那個膝蓋以下小腿都在抖 然後的確是這樣子 然後像好像半蹲一樣 然後這樣子 然後要直 你看你從那個 我們冬豪哥從我這個調度過 他人背是很強的 萬一靜民哥接下來三十分鐘 就這樣錄完 所以一整集節目 真的是不是這樣 你看 不要害他 這樣子要直 腰桿不是這樣子要前傾 那個會 那個會這肩膀會不好 對 你的腰桿要打直 然後那個要這樣子 然後不要太下去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靜民哥趕快椅子拉回來 我們要趕快來討論一下 因為我覺得你的動作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標準 但重點來了 你覺得深蹲 對 要來換公車 你自己辦得到嗎 老人家辦得到嗎 那你覺得這個是政見嗎 為什麼講完正 又說這個不是政見呢 陳時中的年紀 他說四十五下兩次 我覺得已經滿佩服了 我年紀沒有他那麼大 我都不敢說十五下兩次 大概我覺得五下十下 我很虛恨 如果我自己這樣 因為你要要求標準 知識要正確的話 要有教練在旁指導 而且我強調一次 像我們長期坐姿不良 或知識差異 就會很容易引起 像像追尖盤塗出 那種很危險的狀況 就是還是要小心一點 那這個動作不是不好 要在有專家 健身房教練 健身教練在旁邊協助你 我覺得很OK 所以剛剛我看新聞時候提 很多民眾都提出了質疑 我覺得最要質疑的是 客運司機吧 不要再搞我了好不好 之前要預約 他開公車 還有我深蹲 還要拿馬表 他可能以後這樣子一直計算 他會懷疑人生 然後要不要上車 你們那個好了沒有 幾下了 一二三四 然後這樣子計算 然後你這樣公車 不是塞車了嗎 所以好啦 當然我同意 講話的競選辦公室 他的陣營是說 哎呀 這個是 那個只是舉例啦 這不是證件 這不是證件 但我覺得 有些事情不要隨便講講 慶差公共 小心一點啦 你看我現在講話都還在喘 對 有注意到 你要知道說 他們後來講說 這個是以前羅馬尼亞 在去年的時候 盧日納波卡那個城市 是羅馬尼亞 有人說是第二大城 有人說第四大城 在那個地方 是三十萬五千人的人口 他的地理面積是 一百七十九點五平方公里 其實跟臺北市 不會差太遠 但臺北市兩百七十一點 八平方公里 有兩百四十六萬人 然後呢 他當時是在去年 二零二一年八月 響應了歐洲 健康運動週 他辦了一個 運動嘉年華活動一個月 也有人說兩個禮拜 他不管怎麼樣 就是一個活動性質 所以他在那個城市裡面 擺了很多健康智慧的這個機器 然後還有螢幕 有攝影機 然後在那邊做這樣的一個 然後做了兩分鐘內 深蹲二十下 就獲得一張健康車票 大概他羅馬尼亞的公車票 票價大概是跟臺灣差不多 可能他比較便宜一點 十六塊一趟 所以獲得一個健康車票 你就可以搭一趟公車 那不是永久性的 那是一個活動性 所以後來 我覺得如果這個問題 把它拿出來做一個討論 引起話題就好了 那引起話題之後 你覺得不對 我是認為不要去談這個東西 那甚至說我只是舉例 不要再逼我談 好了我也深蹲了 然後我深蹲的姿勢 也不是很正確很標準 但是大家就可以希望 我覺得黃山上我會比較同意 他講的比較好 就是你提出一個東西 提出一個政策 大家可以討論都沒關係 但是你要想他執行性跟公平性 否則以後你在臺北市的各的公車站 你想像一下 難怪網友會笑 每個人都蹲在那邊 像蹲廁所一樣 那能看嗎 外國人來到臺灣 臺灣臺北什麼時候變成 大家都喜歡在公車站蹲 所以我才說首都市長這個選舉非同小可 如果你在一個穩穩的一個情況下 沒有什麼特別插座 我不是說贏或輸的這種局面 你不要提出一些天馬行空的想法 否則會讓人家連結 你跟你的團隊怎麼了 是腦袋空空了 還是真的只是想要去深蹲一下 不只網友要笑你 連這個今天潘若迪的分身 敬平哥都要笑你了 我都喘得要命 怎麼會這樣子 怎麼會提出這樣的政策呢 我們要請教瑞雄委員 因為包括這個旅美教授翁達瑞就說 他真的是律師嗎 他也懷疑蔣萬安的律師資格 蔣萬安身為民代 你照來講 你也應該要瞭解台北市吧 那你怎麼會提出這樣的政策呢 好 他現在說呢 是希望達到減碳的目標 這個活動也不是為了減碳 而且才兩個禮拜大家合勝 你怎麼會變成政見呢 好 結果蔣萬安陣營說 我只是舉國外的案例 並不是政策 這是嚇到還是什麼 你聽他規則 蔣萬安的陣營 其實你看他從昨天到今天 態度又有點改變 他提出來是被批評的 然後呢 記者就請他 你可不可以深蹲 他就一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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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他改口以後 他今天就來蹲了 他覺得反正都已經衰 都已經衰了 只要講到公車 他們一定會都會出事 上次他講說這個整個預約公車 講完以後不敢再講了 那這一次其實呢 他提出這樣的一個 他其實在台灣氣候行動 那個博覽會裡面 去提到這個是講節能減碳 我們競選總部啊 其實只批評他什麼 說你放錯地方 這個如果是一個健康的政策的話 OK喔 深蹲真的是一個健康的一個政策 你把它拿來 當說是一個節能減碳 你是不是放錯地方 他嚇到了 他就講說 沒有 那不是政見喔 不是政見 你才會說叫人 當深蹲二十下 當市民可以換一次免費搭乘公車 這個就是政見啊 做了些什麼 可以得到什麼 這就是政府的一個政策 政府的一個主張 就是我資源放下去了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的說 他就亂擺 亂講 所以剛主持人提到說 翁達瑞就質疑他說 他到底是不是個律師啊 為什麼他整個政策的形成 在過程裡面 他這個人是這麼沒有邏輯的 什麼地方可不可行 甚至翁達瑞講說 要不要儲值啊 是不是只能 我如果要搭這趟公車的時候 我只能在公車站 然後看到公車司機來了 司機 趕快看我 一二三四五 如果看你司機如果認為說 你沒有啦 你沒有搞二十個 開走了 那我坐了十八下了怎麼辦 坐了十九下了怎麼辦 那司機就可以當裁判嗎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可不可以儲值 我在家自己坐 對 我在家自己坐 坐完以後 我來拍影片 拍完以後你給我 譬如說十五塊或者八塊 我下一次 我只要做到滿二十次的話 你就必須要給免費的一個 一個搭乘的一個公車的一個機會 為什麼要這樣批評 不只是翁達瑞在質疑 他到底是一個律師 其實我們律師界一直在講說 他很少看 看過講我 在那個法庭上跟我們對庭過 我當然他就沒有機會跟我對庭過 因為我比較早出道 那後來我才知道說 你看看律師你也不是的 為什麼我們他讀外交 那就是說他到最後去念了這個 到美國去他有拿到美國律師之兆 我不能說他完全沒有法律概念 或者說他完全不是沒有律師身分 他還有美國律師的一個身分 我只能很大膽的講說 這種實在是 連公車的部分講成這個 公車預約講成這個樣子 政策的一個形成 你到最後再講說整個節能減碳的 在減碳的部分 你竟然會把整個可以 國外再當成一個健康政策的 你就好好去講 我要學羅馬尼亞 我要學哪一個國家 哪怕那是共產國家 這個深蹲對人是有幫助的 這就是以後我講完的一個 深蹲的一個政策 結果你講完以後 還附帶一個可以二十四次免費 來換搭一次這個整個公車 你現在被批評 你反而說 那不是政見 不要拖我 不要拖我 有什麼拖你 我就跟你講 所以也就是說 他這個政策 你只要去挑戰他 你去質疑他以後 你會發現 這個人就像柯文哲說 柯文哲講 這句話我就贊同了 混著跟他說 他最準的高家而已 柯文哲講 講萬安的最準的高家而已 黃珊珊去講 那個講萬安更好玩 黃珊珊講 講萬安講到他看的是搖頭說 實在是找不出 可以支持 蔣萬安的任何一個理由 所以有時候你會去想 就是說 為什麼跟蔣萬安選舉的人 大家都各個陣營 都會覺得說 我是在加上算 應該都拿這種 我們有空不順的 都這樣 天馬行空 你講完就要負責任 你像比如說大家在講說 那個Elon Musk 這個馬斯克不是在講 講台灣變成一個特別行政區 有人在批評陳時中說 你看喔 你表現得不夠強硬 陳時中當初 他很誠實 第一時間 他說我沒辦法 你到底 馬斯克講了些什麼 對 然後呢 第二個他 當他知道以後 市立家跟我們講什麼 你知道嗎 我第一個時間 我還想說 他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企業家 這個就是生理人而已 這個人像中國那邊 搞不好變周子瑜 吳寶春 所以接下來他講說 實在是要他抗議 但是他還生理人而已 他抗議也不合 他就說 這個要做指定的人 那個好家在 現在俄羅斯在打烏克蘭 那個基督的指定 好家在就是這樣防彈一千的 保衛自己的國家 基督的市長 如果萬人那樣投降 烏克蘭的王國 我說不然你這堂三水公 我說不用說到阿強 這個任何首都市長 本來就是國家意志的一個指標 本來你任何一個首都的一個市長 你就必須要擔當取這個 保護這個地方 保護這個國家的重責大任 首都市長跟人民 本來就是要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這個幹算 我們有一個感覺就是說 他有多的爭議的議題 就說回去 你不敢去講清楚 他其實可以站出來加碼 這就是我的政策 沒錯 你有辦法 你們真正要挑戰到三十次 我就送你兩次 但是這個不是公車政策 這不是減碳政策 這是鼓勵大家來運動 你這樣講就講得通嗎 可是呢 他這個說回去以後你會發現就是 他的政策為什麼會被批評是外包 華山會去批評他 那個就是有所感 你都說一說 上次講那個教育政策 大家還記得吧 他會認為他只要把摩尼特念完 就沒有他的事 幫我寫寫寫寫寫 然後你會秀在摩尼特上 我負責把他念完 記者提問 你怎麼問我 局長趕快問 幫我打 到處去搶救兵 所以他什麼東西都是假 就是包裝 連那個姓 他最大的賣點就哪裡 從張改成姓講而已 我告訴你 這個講就是他最大的一個賣點 所以你期待他的什麼政策 他講了什麼政策 他另外今天講完 推出以後 下一場你再去問他 他忘光了 所以大家也說要選市長 你怎麼會像寒羞草一樣呢 好像遇到刺激 你又撞起來 沒有啊 你看這個旅美教授翁達瑞 不是告訴你了嗎 你可以提你要有配套措施 他也幫你想配套 像你可以發行深蹲儲值卡 不管民眾一次可以蹲幾下 儲值卡就可以幫你儲值 不然就是制定法令 不然就是防弊辦法 不能冒名 你看人家都幫你想好配套了 那你今天怎麼趕快 遇到刺激就縮起來說 不是不是 這個不是政策 但是你看你旁邊的人 都在幫你圍 好 包括議員業員資就說 實際上講完 只是舉國外的例子 說明市民 參與的重要性 並沒有要推此項政策 結果好了 今天講完自己也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沒有要推此項政策 只是很高興 掀起蜂巢 你選一個市長 你提出一個政見 是要掀起蜂巢而已嗎 董好哥 這不是掀起蜂巢的問題 一個人不能被同一顆石頭絆倒兩次 講完已經被公車絆倒兩次 公車司機被絆倒更多次吧 就是第一個 預約公車那件事情 我想大家應該還有點記憶 那那天他是參加那個 其實是那個汽油行動博覽會 然後你再參加汽油行動博覽會 其他的候選人也會到 所以他才會去講這個政策 他講的是政策 深蹲二十次 深蹲二十次的目的 其實是要讓中老年人的人增加肌耐力 增加肌耐力幹什麼 年紀大的時候 你走路步伐不會太小 不會跌倒 你的肌耐力不好的時候 你走路會越走越窄 這其實是跟跟健康有關係的 那你要參加博覽會 你的幕僚一定幫你準備一些東西 所以他不是憑空亂講的 那怎麼會準備成這個樣子 你怎麼會講出深蹲跟免費公車 連結在一起 你如果沒有免費公車就結束了 你就講深蹲就好了 這是第二次 我比較擔心的是 這個台北市長選舉 下一個轉折點會出現在政策辯論 已經講好 三方都已經講好了 十月五號了 會聯合舉辦 你如果蔣灣在政策辯論會的時候 你再踩到地面你怎麼辦 上次的預約公車 這一次的免費公車 這個都不是對手攻擊你 這是你自己挖的坑 你挖了坑以後 你怎麼辦 你要怎麼把那個坑給填起來 昨天晚上我自己認識蔣灣那邊的朋友 馬上傳簡訊來跟你講說 或者寫告訴你說 這不是蔣灣的政見 我當然知道不是政見 政見兩個字指的是選舉公報上面 那才叫政見 然後你要跟我計較 政見政策這兩個字 好啦你知道這個這個比喻錯誤了 你就算了 你怎麼今天又一堆人要跳出來幫你深蹲 這個時候就趕快讓這個話題到此為止了 就像今天還自己一起蹲 所以你就是讓那個火繼續點 可是關鍵的哪裡 就是說 我跟你講 他這個是一個博覽會 在博覽會的時候 你丟出深蹲這個話題 跟免費公車做連結 你的內部運作 就是你的幕僚 講話 講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還是講話本身出問題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ABC的判斷 二十次深蹲跟免費公車 馬上第一個想的就是 你要怎麼去執行 怎麼去認證 講一句更難 那個的 你大家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都有很多直達公車 那些直達公車都在快車道上面 難道你要想像說 台北市 有二十個人站在 站在那個公車站上的車站上面 二十個人在那邊深蹲嗎 深蹲完了 然後呢 公車停在那個地方 然後再一個個計算 然後一個個上車 那後面的車子不是馬上塞住 只要有二 不用到那麼多啦 只有十個人在那邊深蹲 就講話的幕僚跟講話本身 講話你到底本身出了什麼問題 深蹲你可以笑一笑就算了 可是講話你出了什麼問題 你怎麼會在這個時候丟出這個東西 你怎麼會挖一個那麼大顆給自己跳 我是比較擔心這個問題 因為你如果當選市長 你到時候一天到晚要補你的破洞 那時候你不要隨便嚇臺北市市民 因為免費公車的結果是公車站 你大塞車 好所以請教冠婷 我真的是有政策外包的情況嗎 不然一連串的政策讓大家覺得奇怪 講話怎麼變成這樣子呢 我先講一下深蹲 深蹲這事情現在面對一個很麻煩的 一個進退圍骨狀況 講話你有一度想要說 所以講說這不是政見嘛 可是當一些國民黨議員 你說幫你業員知道什麼 開始罵說 你們都批評他不懂啊 人家就說不是政見 就開始又把這個話題想要把它點燃 所以既然大家就繼續討論嘛 那背後我覺得講話他最麻煩的事情是 他太多的政見跟政策 被陳時中打臉 被陳時中的競選團隊打臉 所以網友就講說啊 講網址啊 變成講笑話 為什麼會講得這麼酸 因為他的政見一個給被打臉 不是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我簡單列幾個就好了 你看喔 在10月8號 講話講說 台北市邁向淨林排探 可以實行在生活上 例如深蹲20下 換一次免費公車 這就是剛才大家討論的嘛 陳時中直接講說 那老人家或肢體不變的時候 怎麼辦 那比較難理解講話的想法吧 你往前推 9月29他當時是講說 五歲幼兒要納入義務教育 阿中部長跳出來 不對啊 這不是地方權限 這是中央的事 你在立委不就可以 提案 你在立委不就可以立法 9月14號的時候 他講新創三件 他講說要讓 台北市的新創產業發展 讓這些新創產的有業績 可是講了一個事情 當時他覺得很瞎很奇怪 他說 我們市府啊 給他第一張訂單 馬上林儲銀就跳出來打臉了啊 不對啊 你所有訂單不是要經過採購法 9月28 他講說要推定情化寵物 醫療保險契約 林儲銀委員跳出來 不對啊 這是中央權責 你立委可以提案啊 你也沒提 你現在講你當市長 你要做 最後一個 就是我們印象最深的公車座位上網預約 協助弱勢族群 提高使用意願 吳思瑤跳出來講說 你的生活經驗跟一般小市民在平行時空 所以這一堆的證件都出包 我覺得會讓整個蔣萬安顯示出 他的證件要嘛就拼裝車 要嘛就是他自己沒有這麼懂 那講出來之後 被大家打臉 只好又縮回去 這也是他這一次這個深蹲 坐公車 我覺得他後來說回去的原因 好當然呢 今天是國慶日 大家很在意說 到底要選台北市長的人 要怎麼樣表態呢 包括未來首都市長 都要面對兩岸態度 現在引發關切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今天國慶日呢 陳時中說了 首都市長應該要有 守土衛國的自信 而且也借鑒這個基輔市長 但我們來看一下蔣萬安說什麼 那蔣萬安繼續來打中華民國牌 說年底選戰 攸關中華民國未來道路 還諷刺說抗中保台是咒語 抗共保台是咒語 陳時中說這是台灣人的心聲 好 志聖哥 你有看到除了陳時中之外 其他兩個人的態度嗎 我先講蔣萬 蔣萬真的有點荒槍走板 剛剛講他兩句話 剛剛舉行講說 第一他又先講說 年底選戰 攸關中華民國未來的道路 但是又諷刺陳時中 我們講抗中保台只是一個咒語 攸關中華民國的存亡的道路 不就是要抗中保台嗎 這兩件事情不是畫上等號的嗎 講完你的邏輯學到哪裡去了 看樣子他是不是深蹲蹲不夠 還是深蹲太多 腦有點缺氧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基本上 你講完一邊去諷刺人家的抗中保台 一方面又講說年底的選舉 是什麼攸關中華民國存亡道路 所以你說了你這個兩個東西之間的邏輯 中華民國臺灣的存亡 不就在於北京對臺灣的恫嚇嗎 那你蔣萬安贊不贊成抗中保台 贊不贊成抗共保台 他說小心也沒有做明確的表態嘛 所以這個說法等於是你把自己自負極 起短沒有錯 攸關中華民國的這個存亡的道路 所以請大家記得不要投蔣萬安 因為我沒有要抗共保台 我沒有要抗共保台 是這樣子的嗎 今天國慶剛舉進問到 那陳時中我覺得他講得非常好 作為一個首都市長候選人的高度 他提到在俄乌戰爭當中 對於基督市長那位世界權王 他說基本上手土這個保國 這個是基本上一個首都市長 應該要有的格局跟高度 沒有錯 所以你就算不管抗中保台也好 不敢所謂手土為國也好 這本來在國慶的時候 你就應該大聲的說出來 陳時中說出來了 那蔣萬安我們剛才看到的是一個邏輯混亂 不曉得在講什麼東西的情況之下 以為說這個所謂 威風光中華民國未來道路 就可以投蔣萬安 完全錯誤 那這是一個問題 黃珊珊呢 更妙了 他今天大概沒有什麼表態吧 他今天就是發在柯文哲旁邊 然後在臺北市政府的那個 辦的國慶的這個升旗當中 去發文文包 所以黃珊珊的作法反而選擇 躲在後面不做表態 這個方法也蠻妙的 就是說他其實你注意看 黃珊珊其實對於柯文哲的兩岸路線 他一直也是這樣子 就是影射不談 不做表態的動作 想要兩邊取巧 一方面好像要對 要跟藍營的講說 我跟柯文哲其實不太一樣喔 那一邊又要跟綠營的也講說 你看喔 我跟柯文哲沒有 也不一樣 我沒有要支持這個所謂的雙城論壇喔 所以黃珊珊在這種取巧當中今天就選擇 這個躲躲藏藏就跟柯文哲躲七蛋 的故事是一樣的 好 宇頌哥 所以一個首都市長要選的人 可以這樣態度曖昧嗎 我剛才跟莊委員確認過了 陳時中每天行程滿滿 但是十點之後呢 他有一天最後一個行程 這個行程叫做當學生 有很多專家學者 針對不同的市政議題 國際議題等等 基本上要讓陳時中了解 陳時中是當過行政首長的人 衛福部長他有行政資歷喔 黃珊珊當過呢 這個台北市副市長喔 唯一沒有行政資歷的人是誰 憑藉的王子的觀望是誰 就蔣萬安 蔣萬安那基本上才最需要上課的啦 由於呢 有過去王子的觀望 他覺得很多東西講得都理所當然 再加上幕僚大概不成熟啦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要說 第二個是呢 不簽署投降承諾書 蔣萬安說是白癡 抗中保台呢 他說是民進黨選舉的伎倆 而且還是咒語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蔣萬安都 怎麼樣都說不出來 你要的話就加碼 如果說呢 我當市長的話 在兩位之中呢 事實反共捍衛到底 但是啊他說不出口嘛 為什麼說不出口 第一個 他還蠻孝順 爸爸不開心啦 講到這時候呢 爸爸如何再去中國做台廂協會 理事長 那忘記阿公了嗎 對 這個是邏輯錯亂啊 我們昨天都在討論過 在三個節目 你說你姓蔣 就是要連結 你阿祖跟你阿公嘛 你阿祖跟你阿公是最反共的嘛 你其實才應該去端出來 可是現階段 第一個怕爸爸不開心 第二個是怕什麼 怕戰鬥男啊 這些人有意見 第三個呢 還怕呢 蔣萬寒本有想法 所以蔣萬安呢 他為什麼在兩岸洋宿之中 左之右處 加碼一個好笑的地方是 他也不是加碼 講的東西呢 基本上照樣照去 結果我們就發現 跟卓冠廷 跟莊瑞雄 跟王智勝 跟張文雄 講的都一樣 結果他對我們說是咒語 我們很北極 但他才會發現 他立場矛盾嘛 或是在這個觀點之中